大家好,我今天要给你讲个咕咚的故事 有一天,小兔子在村在草地里采蘑菇 采着采着,他突然听了一声咕咕咚 他连叫懒子,撒腿就跑 他告诉了小猪和小猴子 他们说,啊,那也太可怕了 撒完之后,他们往森林里面走 走啊走啊 小猪的肚子就饿了 因为它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响 小猴子说,我还不饿 我去帮你们找点吃的 他们吃,小猴子往森林里面走啊走啊 他看到了一个果园 农民,农夫就说 如果你想要一些水果 你必须要说每个树上的声音 因为每棵树上都有一个声音 比如第一个树上是 喇叭的声音 咚嘀嘀嘀哒 接着你来说吧 第二棵树是 嗯,波勒姆的声音 咚咚嘀 第三棵树和第四棵树是 铃铛的声音 叮叮叮 喝完之后 农夫给了一些水果给小猴子 然后回去给小兔子和小猪吃饱之后 他们继继继续走 走啊,走啊 他们走累了 他们说 这里正好有些椅子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可是,可是 看板凳子的人说 你们必须要说出很多种笑声 它能坐上这些凳子 哟哟哟嘻嘻嘻哈哈哈哈 说完之后呢 他们每人都得到了一个垫子 休息好了之后 他们往河边走 走呀走呀 他们看到了一个渔夫正在捉鱼 渔夫说 如果你们帮我把渔网拉上来 我就告诉你们咕咚是什么东西 这时天下起了大雨 呼呼呼刮起了大风 呼呼呼 他们喘了一首口号是 嘿哟嘿哟 拉上来了 之后又有一个孤冬掉进了河里 东夫说 你们看到了那些孤冬是木瓜 是从树上掉进河里的声音 细下他们可都明白了 起床了 你应该不是 在这种孤冬的事 那可以是 普遍那样的事